台北市长柯文哲至今仍未表态是否参选2020 不过台北副市长邓家基日前透露 柯文哲一定会参选 柯文哲对此消息予以否定 齐木辽也承认 经过观察柯文哲的2020选情不错 只是他还在犹豫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8号透露 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日前曾对他说 柯文哲一定会参选2020 对于钟小平的爆料 柯文哲回应他并没有和邓家基讨论过是否参选 应该是邓自己的想法 没有啦 我说跟他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柯文哲的心腹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也表示 对于是否参选2020柯文哲目前还在犹豫 对他来讲就是说市政已经非常的顺了 当然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也是做到一半 所以这也是他目前还在犹豫的地方 柯文哲最近频频走出台北市 在全台各地跑行程 柯文哲的幕僚形容柯在基层相当有人气 一旦决定要参选 就可以立刻切换成战斗模式 台北市他没有农业 甚至也没有工业 所以他有很多的地方的问题 他在台北市就不会呈现出来 所以对他到每个县市去 我看他都是一个很认真学习的 那吸收问题回来之后 我想他就会开始去思考台湾的真正问题在哪里 走在路上也会有那个以前 在医院受过市场照顾的病患或家属 跑出来说谢谢 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点点滴滴 然后就突然间觉得 过去在医疗上面真的救了很多人 然后就是三不五十 我会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些人会来帮我们家 外界认为 柯文哲显然仍在评估自己参选2020的最佳时机 很可能在蓝绿两党都确定人选以后 才会做出最终决定